欢迎收看 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2024大选民调赖清德跟侯友宜 两个人互有领先 只不过相较于民进党 态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国民党现在是陷入了 到底要征招还是要初选的两难 今天王宏威就表态 他不赞成2024初选 因为初选下去 恐怕会造成国民党分裂 那绿营方面呢 等一下两点半 赖清德就要就任党主席了 而潘孟安则是预告 等一下赖清德的谈话 会让美日还有两岸都放心 我们稍后也会及时连线 好 另外就是为了 火山布雷系统的采购案 国民党的陈玉珍呛总统蔡英文 应该先去绑炸弹 再谈感受 结果这一番话被网友骂翻了 同样也挨轰的 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 先前吐来万安春联的事情 才被批评说这根本就是拍马屁的文化 没有想到这一两天 议会收到市长的新年饼干礼盒 打开之后里面居然新年贺卡 是市长的全家福合照 被议员质疑说 难不成这又是花公堂来自肥吗 杜绝马屁是不是只是说说的呢 那今天市府的回应是说 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分享的行为 是想要分享说 蒋市长要迎接三宝的喜悦 好 那我们稍后也一起来看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 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左手边邀请到的是 台联党党主席刘亦德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 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黄子哲 孟琪好 观众会大家好 最后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人王时琪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先来看 2024的这个大选民调 蓝绿互有领先哦 一起来看 应景比兔开心合影 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 新北气象站踩点新地标 继续拼市政抢曝光 但2024到底选不选 依旧没表态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 赖清德以百分之三四的支持度 胜过侯友宜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四 和柯文哲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相较上个月的民调 赖清德增加五个百分点 侯友宜少了百分之七点三 赖清德超车侯友宜领先二点六个百分点 柯文哲支持度也增加百分之四 和赖侯友有明显的差距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最主要我有二零三零的验警工程 要不断的努力把它实现 那赖清德确实他是很扎实的 透过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下乡前提名义 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很多发言 事实上也都很很对到我们绿营人的胃口 绿营立委分析言行恐怕成为民调起落的主因 民罪也认为 侯友宜逐渐被看破手脚军事外交两岸事务 现在才要开始补学分 关在国民党这一边看到的是朱立伦 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 三方诡决的态势呢 看起来谁卡谁谁卡谁 这里面都还有的而已 赖清德在台南那一场里面 直接告诉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要找回 让民众看得到情政清廉爱乡土这个招牌 同时第二块招牌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这个招牌 也要把它找回来 2024大选当前赖清德积极找回基层明星 国民党人选浮现之前 恐怕还得先历经公斗厮杀 好 刚才为什么讲民调互有领先呢 我们就把两份民调都摊开一起来看 像是昨天出炉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分析了这个赖清德 侯友宜 跟柯文哲的民调 我们来看到赖清德1月份的民调 相较于12月份 其实上升了蛮多的 是来到34% 还超车了侯友宜 赢过侯友宜大概2.6个百分点 而相对于赖清德是这个不断的上升 侯友宜12月到1月是往下降 瑞典了大概7个百分点 好 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做出来的民调 不过在另外一份呢 这个比较青蓝的媒体 好 友台做的民调呢 做了三种组合 第一个组合是 侯友宜对上赖清德跟柯文哲的话 侯友宜34%领先赖清德的25% 好 那柯文哲21% 那另外郭台铭 一样也是34 跟刚才的侯友宜 这个真的是 真的两个人不分上下了 不分宣制 赖清德25% 柯文哲20% 那不过国民党如果换成朱立伦的话 就会从原本的第一名调到垫底 好 会变成赖清德31%领先 那朱立伦在14%是殿后的 好 那瑞德哥昨天这样的情况 有两份民调 那当然媒体朋友会很好奇 侯友宜自己的态度 他这样子的回应 他这次不是在说呵呵做事 他这次说的是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有2030的愿景工程要实现 瑞德哥这是什么意思 是怎么说到2030去啊 是没要算总统的意思了吗 瑞德哥 我不知道耶 因为2030的话 是不是总统要连任啊 我不知道 已经想那么远啊 想那么多去了 那么有关于这个机构效应的民调呢 我一向大家看看笑一笑就算了 那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里面 因为这个机构效应通常啊 那么会有很明显的 蓝绿之间的这个差别啊 不相信你回去看那个历次的 做了很多的民调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倒觉得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这个民调比较有意思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每次出来的人啊 以前呢也常上节目 我10年前也常跟他固定上节目 出身民进党绿营 不过他后来啊 自从退出民进党以后呢 批判民进党不予余力 然后呢几乎到了已经近乎苛求啊 所以呢台湾民意基金会 绝对不会做有利于民进党的民调 我可以再讲一遍 他不会做有利于民进党的民调 所以呢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呢 比较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一个对象就对了 那么他做的这个民调里面呢 这个关于赖清德是回到本来过去一年在选举前的水准 赖清德在过去一年选举前的水准 大概就差不多这样 那侯友宜的部分为什么会这样的稀巴呢 我个人认为侯友宜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爱吃鸡小鱼 所以呢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准备 你也让全世界觉得那个态势是 你也准备要选总统 可是呢一天到晚好好做事 我现在是新北市长 那那个态度呢 欲赢还剧 然后不断的在那边 都不敢明说 所以那种态度到后来 过去曾经有一位这个高雄市长 就是这样子输掉了 国民党有个高雄市长就这样输掉了 到底要去中央当内政部长 还是要继续选高雄市长 这边犹疑到后来 最后你的知识就不投给你了 很简单了 还有就是说 那么侯友宜因为毕竟啊 那么他的高民调是建立在这个 跟国民党党中央 落即落离 保持适当距离才有这个民调 他如果跟国民党 侯友宜最高的民调是 在他参选总统的那一天 他将去争取国民党 那么参选总统那天 会是他民调最高的一天 紧接下来就开始叭 就开始跌了 那么还有啊 那么侯友宜为什么这个到现在 我觉得侯友宜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侯友宜过去不是两年多以前 韩芬讨厌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韩国瑜选总统 太太李嘉芬都到了你新北市 这个地方来造势 到底来讲身为地主之一 还是忠贞党员 你不是应该现场去 不然你捧个人场也好嘛 拒绝 所以理由是因为事先早有安排行程 不好意思啊 就要上个礼拜 朱立伦主席好不容易 那么六年国民党党中央 没有办尾牙了 他去募款的办一个尾牙 然后呢 紧接而来 我相信他邀请了立任的党主席之外 也邀请了台北市长蒋万安 我相信他一定有邀请 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不可能突然跑掉了 孟友宜没来啊 为什么 孟友宜的理由是 他事先已经安排好了 要陪议员到新店 参加已经春安工作第十一天 第十一天的警察相关的餐会 慰绕餐会就对了 那么我就不懂 如果照理来讲的话呢 你去餐会致辞花红包 大家知道一个红包200块嘛 花完红包了以后呢 那你就赶快驱车前往党中央 不就好了吗 他还是拒绝前往啊 所以这个就是侯友宜的个性 照理来讲你要被孙总统 你当天应该要去才对 结果没想到他还是拒绝 所以侯友宜一直在落吉落泥当中 让人家看不清楚你的企图心 跟你的对国民党的忠贞度 到什么地方 我都还没有讲那个所谓的 深男团体对他自己本身 是否蓝皮绿骨 是否身为319枪击案召集人 这些这个疑惑就对了 那我觉得这些 喊不当当加起来 都会让侯友宜 稍微失分 但不会重大失分 他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但会比之前 之前是因为 那么1126的9和1大选大胜 可你要知道一件事 没有错 侯友宜赢了林佳龙45万票 可你不要忘记 侯友宜的得票数 比上一次2018年 还少了1万多票 所以事实上侯友宜 并不是想象中的强 强不可不可不可 挡这样 真正国民党 我个人认为民进党 赖清德最大的对手 其实不是侯友宜 而是郭台铭 如果是郭台铭 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 赖清德这一仗很难很难打 侯友宜出来 反而比较好打 那么可是啊 那这侯友宜自己本身 因为个性的关系 听说他找了一些 马英九时代的两岸的专家 还有一些所谓外交的专家 当然问题是 那么所交的东西 显然还有待商榷 比如说他又要让人家知道说 我的棋手 是跟总统大选有关系 所以讲了一句 台湾不可以做强国的棋子 就一句话就GG了 为什么 本来照理来讲 那么我想原始的这个 外交官出身的这一位 迷稿者 他本来想要引设说 台湾不能做美国的棋子 是 可问题是强国在台湾 通常指的是谁 指的是中国 所以呢 你到底要做中国的棋子 叫台湾不要做中国的棋子 还是不要叫做美国的棋子 记者一问他又GG了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啊 那么年前带这个太太去过日本 而现在要去这个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国王会谈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马席会的地点 可是那么他到现在呢 还是不能马上就去美国 可是那个朱立伦已经打算去美国了 是 所以彼此之间对不对 彼此之间那种中恒闭合 暗中角力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刚刚强调一遍 为什么朱立伦 我个人认为朱立伦的杀伤力 会比会有更大 因为台湾即将在今年面临到经济 这个衰败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现在通膨整个经济停滞不前 我们隔壁的那个一天到晚想并吞侵略 台湾的中国 他的经济一塌糊涂 所以一定会影响到台湾 而郭台铭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经济幻想 我刚才瑞德哥有分析说 在昨天这份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为什么侯友宜12月份跟1月份差那么多 为什么会瑞减到7% 这个部分我也想请教一下国民党的指责 因为现在被人家说侯友宜就是因为台湾买哪 所以民众看不到 那为什么侯友宜会有这样的态度 不能明讲 因为游戏规则掌握在朱立伦的手中 今天我们就看到了王鸿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很明确的表态 他说他不赞同这个2024来办初选 因为你说如果就这样粗算下去 国民党又会再度分裂 又会重演上一次的教训 所以希望说不要办初选 让最强的人出来 那最强的人 王鸿威要讲的到底是郭台铭还是侯友宜 来子哲 子哲这边是赞成征召还是初选的 我坦白讲 刚刚我先回答你说 就是谁比较强 两个都很强 你从这不管是谁做的民调 都34% 这个不管是郭董还是侯市长都很强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这个提名制度是要走协调的方式 协调征召还是初选等等 我坦白讲各有优劣 现在很难断定 我举例 就是说你看18年国民党不是大胜吗 然后后来20年国民党输 当然有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中间这个提名 用初选的方式 也造成很多纷争 其实那一年不是只有国民党 民进党 待会赖清德要讲话 当年赖清德要挑战蔡英文 民进党也蹦蹦跳 对不对 也是很紧张 是 对 你刚好讲了我结果 我要讲就是说初选过程 也许会造成一些纷扰 可是这个未必就一定输 从民进党的例子看就最清楚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能协调 所以协调就是说 大家不伤和气 大家都可以接受一个人选最强 然后这个最强是怎么样调查出来 我举个例子 之前那个14年 那个18年在台中市 这个江启成跟那个卢秀燕 他们没有走初选 他们但是有民调 这个是什么 内部式的民调 然后呢 这是没有公开的民调 对 少了初选那个过程 竞争的过程 但是呢 大家说好 我们就是找一个时间点 然后来做这个民调 谁赢 谁赢 当时差很少 我记得只差了一个百分之两百 对 但是均止风度 那我要讲就是说 这个呢 可能也是未来一个选择方式 所以我觉得 用不公开的民调方式 大家来瞧 是这样吗 不是 协调 协调 那我说真的 那王环卫讲的是个大方向了 原则上 我坦白讲 不要说国民党 任何党都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有共识 就是说 要提名谁 他最强可以代表某个党 出来会赢 这最好 真的不行 我说真的初选 尤其当初选 大家都走大概民调的方式 我说这个当然就是说 一个游戏规则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协调的状况下 那就来这个 大家公平公开 公正的游戏规则 那坦白讲 初选还有 里面还要设计 比如说对比多少 户比多少 那是手机还是视话 很多细节 对 那都有面面 角角的 那现在大家关心国民党 谢谢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是说 看起来民进党就定于一尊 除非蔡英文总统 硬要让陈建的前副总统 出来选 不然定于一尊 那国民党现在是群雄并起 就是有几个大 大家觉得有希望 那你说哪一个比较好 我不要说啦 定于尊有定于尊的好处啦 但是 哪一个好处比较多嘛 子车 谁嘛 谁最想 我 我觉得 只能算算一下啊 不能骗人 我内心 我当我内心的人选 谁嘛 谁嘛 谁说啊 侯友宜郭台铭 爱朱立伦赶快说 我写在纸上 有敢的说 等一下帮我拿支米来 好啦 不要这样 我还会说我是党工 我不认水表 但我会说 确实如果国民党 重蹈辅测 那我觉得这一次2020 我们的县市长赢 就白赢了 多多异议啊 对 所以说这一次一定要 就坦白讲 要大家和谐啦 然后那个 就算要初选 也要找出一套 坦白讲 就是候选人间 可以接受的 游戏规则跟制度 这样就好了 那我觉得 看起来 只要国民党 能最后定于一尊 赢的几率非常之大 等一下准备纸笔给紫哲哥啦 来我们来看 国民党到底是要征召 还是要初选 现在陷入两难 刚才紫哲没有明说 倒一个较狡 因为民调显示 侯友宜34% 郭台铭也34% 今天做出这样的民调 所以不一定是非侯不可 我们稍微来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请十七姐 来帮我们分析 我们下集大了 我们下集大了 机会 对 中でも